這一間房子其實是業主他們很久之前就留下來的 那他們以後要當新婚房 然後所以找到了我們 那我們幫他設計規劃他們蠻喜歡的 所以他們就請我們來施工 一直都覺得很好 一直都覺得很好 這個客廳我就很喜歡 主要房我也很喜歡 然後收納空間也很足夠 翻新老屋的大工程及大花費 常讓許多民眾卻步 不過時常分享翻新作品的YT頻道 翻你的老屋 日前上傳一支改造三層透天老錯的影片 影片中不僅將老屋外觀室內大翻新 最後公佈花費更不到500萬 大家可以看到這一棟是我們現在正在裝修 也是正在拆除的部分 它現在原本表面是用使用我們的二釘掛 那我們之後會用外牆的塗料 做整體的粉光 它原本一樓的格局 這裡的鋁門窗 跟我們的鐵捲門都會拆除 因為業主他想要把室內 這個區域做一個區隔 他以後未來要停車的地方 我們一進到我們的住家裡面呢 這一道牆不是承重牆 所以我們這一道牆會打掉 變成開放式的空間 我們設計圖的部分 我們是使用L型的儲具 因為增加它的收納空間的容量 上面的部分 我們會使用吊櫃來去做一些擺放 一些收納的空間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以前的原始的照片 它這裡是做很多的格尖去做房間 那現在呢 我們就把它整個拆除過後 我們把它改成兩間房間 那一間是主臥房 一間是次臥房 各位可以看到 我們現在來到的就是三樓的空間 可以看到我們這邊是沒有廁所的部分 那我們三樓會在我們轉角 就是二樓的廁所正上方 我們會再新增一間廁所 做他們三樓的空間使用 因為我們要留走道 因為它的廁所是共用的 所以我們中間這邊 我們會做一間小的儲藏室 因為業主的東西其實蠻多的 多一個儲藏空間 其實對於他們來說是比較好利用 這一間房子 其實是業主他們很久之前就留下來的 那他們以後要當新婚房 然後所以找到了我們 那我們幫他設計規劃 他們蠻喜歡的 所以他們就請我們來施工 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的裝修過程吧 走 終於完工了 原先的傳統式的捲門換成快速捲門 外牆的部分我們有做拉皮的動作 然後分割縫我們也有去做一些設計 因為女兒牆的高度不是很高 所以我們有做鐵劍去架高它的高層 頂部的部分我們使用採光罩 做一個陽光房的概念 現在這邊把它留一個停車位 就是業主之後它的車不用再停在外面了 它可以直接開到裡面來 那為什麼要做門呢 因為開車嘛 難免都會有一些油臭味 所以我們做一個門 去遮蔽這些油煙 基本上電錶的部分電線會全部更換 所以我們把原先的電錶原本在裡面 我們改到戶外來 以後好維修 各位有看到我們做了一個入護士 高度跟前面的高度我們是落差5公分 那它做一個斜度 車子停進來輪胎會有水嘛 它會往前面去順流 而不會積水積在上面 公共區域 客廳開放式的廚房 這個空間呢我們把它做一個延伸桿 客廳的電視牆一直延伸到餐桌 到我們的廚房 顏色的搭配呢 基本上用奶茶色系 因為業主喜歡奶茶色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的牆面 是使用壁布 不是傳統的油漆 它比較不容易髒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要做冷氣帽嗎 就把冷氣放進去 那它主要的功用是用什麼呢 不是收納冷氣嗎 不是 它其實是回風的概念 我們冷氣出來的時候 它會有一個溫度在 那它回風回去的時候 它只要達到這個溫度 它就會調成送風 它會比較沉澱 學到了嗎 有有有 各位可以看到我們客廳 天花板我們是用什麼 磁吸軌道燈 它是埋入式的 我們看不到軌道 很多業主跟我們講 為什麼每一次洗手台的這裡 好暗 所以我們幫業主做了什麼 也是鋁條燈 開關的部分是做在上面 業主它希望有冷熱水 所以我們這邊 也是幫它搭配一個冷熱水的功能 這次客戶選是櫻花的爐具 跟我們的抽油煙機 那這個是平板式的抽油煙機 這邊原本是什麼 無鏽鋼的甜非常醜 我們把它換成三合一同工們 油煙的部分 它可以從這邊排出 開放式廚房有好有壞 但是油煙的部分 就是靠你的抽油煙機搶不搶 你的抽油煙機夠強的話 不用太擔心這個問題的產生 再來看到超大的電氣櫃 因為為了要使用方便 所以我們有做抽拉盤 廚房的旁邊就是我們的廁所 我們這邊呢 做了一道隔間牆 就是分隔這兩邊的區域 我們樓梯現在是使用地板一樣 SPC的實塑地板 去做一個收口的部分 鐵劍的扶手跟我們的側牆 因為這邊有一個什麼 收納櫃 這裡就是儲藏櫃 玻璃我們使用灰波 去有一點透視又不會太透視的感覺 好走我們去樓上看一下 我們現在在二樓 這個是休息的區域 原先呢是使用木座隔間 我們都把它拆掉了 老屋的部分就是牆面的非常不平整 就是使用透皮 那把牆面就是刷平整 小房間的部分呢就是一張我們的雙人床 類似水魔石的系統 搭配俗桌跟衣櫃 衣櫃的空間 其實它很足夠 廁所的部分 很可愛的水魔石的瓷磚 我們下面是使用不鏽鋼的櫃底 上面是使用岩板 做起來我們有做一個燈光 它只要走進來它是感應的 裡面的空間有做儲物的功能 我們現在要進到主臥 那主臥的旁邊一樣 我們把它做一個獨立的燈光 它是延伸從一樓外面的部分 它延伸到側邊過來 電箱我一樣是盡量不保留在我們的房間裡面 這邊我們有留一個維修孔 維修孔的用意是 我們把落電都把它放在上面 現在大家用手機比較頻繁 所以Wi-Fi的功能訊號會比較強 接下來進到我們業主的主貨房裡面了 進來之後 有沒有看到左邊 是一整排的櫃子 畫面轉過去 一樣也是我們的衣� 這裡貼的是30-30 這裡貼的是30-30 那這個磁磚是我們建議業主挑選的 比較有質感 我們的抿石紙 它本身是石頭 小顆石頭的概念 再來牆壁面的部分 我們是用藍色 這次會佩製明管 我是一直在強調冷凝 冷氣在冷凝的作用下 有水的部分 它會一直沿著我們的水管一直流出 會有一個狀況發生 就是會有冷凝結 我的管的旁邊它會有出現 凝結水氣的狀況 如果我把它預埋在牆壁裡面 事後我要找出管線 我勢必要打出的過程 所以我現在都建議 能走明線的話 就是走在後向 看不到的地方 如果管線有破損的狀況 你事後是不好維修的 那樓上的空間是先預留 你在裝潢的過程中 一定要先把所有的格局先設定好 那未來需要擺設 你就不用再二次的進場 因為二次進場 第一的費用會很貴 整間的環境會搞得很賺 這裡是做兩間的客房 各位可以看到兩間的客房 兩間的客房的空間是一樣的 賽衣間 因為這個矮牆的女兒牆的高度比較不足啦 對真的我以前是下去就下去了 他剛好在我腰際線這邊 我們事後做了一個鐵劍的扶手 算是護欄啊 你人比較不會往外 我們採光罩有沒有很陽光 採光罩因為業主要曬衣子 這裡之後會是洗衣區跟我們曬衣間 之前其實找過很多家 但是就是一直都覺得 沒有達到我心目中想要的 那種感覺 我有表達我想要的隔間的材質 他用的是那個白磚的 那個細磚蓋板 細磚蓋板 對就跟我講的好像不太一樣 對然後我說我要用石膏磚 然後他們好像不太懂石膏磚是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他覺得那個是白磚吧 可是石膏磚跟白磚應該是不同的東西 這個專業性好像 有點跟你想像的落差 不太放心 對我上網搜尋我都覺得 我好像比他還懂的感覺 我這個業主很厲害的是 他會自己去查一些他想要的資料 然後跟我們提供 對我們會依照他的需求 來去做我們的設計 他們比較不一樣就是 我可能講什麼 他們都會都跟我說好 可是我當初在跟楊溝溝通 他就會給我說比較好的建議 你講的太那個文轉了 他就是很強勢的人 對 他甚至可能會拒絕我說 我覺得這個不好 我覺得這一點反而是我比較喜歡就是 他沒有照單全收說 我要什麼然後就 就是配應賀你 現在的業主很喜歡看小紅書 所以他們看到一個區域 他們就覺得喜歡什麼 他會告訴我說 我這樣做會有什麼後果 就是缺點什麼的 這一點我比較放心 一直都覺得很好 一直都覺得很好 這個客廳我就很喜歡 主要房我也很喜歡 然後收納空間也很足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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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